当女人过了三十岁,婚姻过了蜜月期,渐渐地走向平淡,其实这才是婚姻的真谛,平平淡淡才是真,相濡以沫才能长久。 但平淡不等于乏味,那样很容易让一方对婚姻失望,想在婚外寻求刺激,对于婚姻来说,没有新鲜感和激情,这就是婚姻最大的致命伤。 三十岁的女人要明白这五个道理,一,关于工作,现在有很多全职太太,她们的生活是很单调的,打扫卫生,带孩子,有点时间就打麻将,家庭的经济来源都是老公一人承担,可能短时间老公还能接受,但是长期这样肯定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度的。 因为女人什么开销都得找男人要钱,在经济上是处于被动的,比如,女人想买个好看贵一点的衣服,就要卑微地向老公要钱,总有一天,老公会嫌弃你没本事,自负在他身上的寄生虫。 二,关于生活,女人过了三十岁之后,一定要学会保养自己,三十岁,皮肤走下坡路,弹性也大不如前,颜值多多少少,会有所下降。 这个时候的女人最需要做的就是保养好自己,你看,有的三四十岁,甚至更老的明星,还能找到比自己小十几岁,小鲜肉。 女人保养好也减少了老公出轨的几率,虽说日子平淡无奇,但是女人一定要懂得尽可能把日子过得多知多彩。 三,关于老公,三十岁这个年龄段,婚姻大多进入青年之痒,很多女人都会抱怨,自己当初瞎了眼,才跟着她。 其实婚姻是需要经营的,好坏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,生活出现的矛盾,不要动不动就说伤人的话,就算遇到再不开心的事情,都不要纠结,要学会自己去调整。 和闺蜜一起出去吃个饭,出去逛逛街,发现发现自己不满的情绪,要知道,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,只有开心,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 第四,不要拿出轨来报复自己的伴侣,有的女人觉得是因为你背叛我,所以不要怪我,对你不仁不义,给你戴绿帽子,是你把我推到别的男人怀抱里的。 其实这种心态非常幼稚,到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。 男人对自己永远是大度的认为自己外遇,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,可是对于女人却是苛刻的,希望她们永远对自己终身,这一点的劣根性是所有男人的共性。 而且,女人想从别的男人那里得了一点安慰,这是女人这种心态,所以那些邪恶的人更容易趁虚而入,所以女人不要用出轨来惩罚男人。 最终,不但保不住家庭,婚姻还落得一个坏女人的名义。 五,少一点猜忌,别把婚姻推向悬崖。 在稳定的婚姻中,女人要学会克制自己的猜疑之心,要信任你身边的伴侣,只要她的行为没有出现什么差错, 就应该相信她,时时刻刻地提防她,试探,测验这样的猜忌,会让男人承受不住,让男人感到非常压抑和委屈,会让男人产生叛逆心理,不要动不动就参与检查唠叨,三五天就要盘查一番,你的男人就算脾气再好,也经不住整天疑神疑鬼的盘查,普风捉影,只会毁掉你们一生的幸福。 感谢观看